經常都聽到很多男人說很想認識鬼妹 但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少會見到一個亞裔男人會拖著一個鬼妹 在香港簡直是見不到 就算外國我自己都甚少見到 反而反過來我們中國女生或者亞洲女生 跟一個鬼佬一起的機會是大很多的 我這段影片就想說一下為什麼我們亞洲男人 會這麼難可以跟一個鬼妹一起呢 我希望這段影片的男人 你們會用一個平常心去看 以及用一個比較接受到高的心去看 因為我說的話 其實都是一些鬼妹告訴我 為什麼他們不會選擇跟亞洲男人拍拖 但如果你們可以改善這些問題 其實我相信會容易追到鬼妹 其實第一件事是他們最介意的就是身形 他們最介意的位置都不是矮 因為很多鬼佬都不算很高 歐洲那些 他們最介意的是沒有肌肉 身體很薄 很散 很沒有那種男人的味道 所以其實這件事跟他們覺得是跟鬼佬的水準外形 那個水準真的差很遠 第二就已經不關我的樣子了 就是性格 其中一個法國的女生 我在香港認識她 她就叫做Florence 她是一個很漂亮的法國女人 我認識她那時她大概二十六七歲 都是正值青春花樣年華的年紀 但她在香港四年 竟然是沒有拍拖 她是認識不到一個香港的男生 其實她告訴我她很想跟香港男生拍拖 但她說這麼多年 在香港的時候都沒有人追過她 而且就算她有時主動去那些男生吃飯 吃完一頓飯 或者見了兩次都發展不下去 那個男生沒有追她 其實這個女生是屬於中上上級的身材和樣子 她是屬於比較纖幼 不算很高的法國女人 藍眼睛 金頭髮 皮膚好髮 看上去是很細緻的女人 她英文很好 又懂得說法文 又懂得聽一點廣東話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男生去接觸她 然後我跟她說 其實很多香港男生都說很想認識鬼妹 我說不可能你在香港那麼久 你又那麼主動 你又那麼漂亮 都會認識不到男人 然後她就說 對 我都不知為什麼 她說她來香港之前都聽過 都知道在亞多地區 她們會比較喜歡白人的女生 但她說來到香港 我發覺是兩回事 她說她都沒有想過拍拖 最後這個女生 她嫁給了一個黑人 那個黑人是在香港認識的 現在兩個人去了新加坡 除了她有這個問題之外 我在香港認識另一個法國的女人 她叫Sabrina 她也是在香港工作 我想那時候我認識她 她也在差不多三四年了 我記得她是一個很主動的女人 我記得第一次見她 大家已經是去對方的家 她也是在香港那麼多年 拍拖活拖 她一回到法國 就馬上有人追 她回到法國的村 那村 認識的男人也沒有十個 竟然可以跟其中一個男人結婚 但在香港有幾百萬人 男人也有幾百萬 她可以在香港那麼久 都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對象 其實我聽過很多她們的人都說 香港的男人 就算她們肯給機會 很多時候的男人都不肯去 少少的主動都不肯做 所以 我想這也是一個癥結 可能因為本身亞裔的男人 缺少了自信 也不只是香港的男人 可能是覺得自己不夠大隻 不夠高大 不夠外國那麼英俊 所以就不敢去追 但是我經常都很鼓勵男人 麻煩去追女人 無論她是什麼種族的女人 其實你也要試 不要怕樣子 你人生很短暫 你不追 那沒有了 尤其是鬼妹 她們都不會 多數是外國人 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外國人 她們都不會在香港一輩子 你不追她幾年 你不追她就走了 那就不要說自己沒有機會 認識鬼妹 今次的影片 我不會拍太長戲 主要都是這兩個點 第一就是外形 第二就是性格 就是自信心 外形其實很容易搞定 第二就是自信 這件事反而難搞一點 真的 你們如果真的想認識鬼妹 真的要鼓起勇氣 還有對自己有些自信 我也不想見到 那些在香港的鬼妹朋友 連在那幾年 自己最漂亮的幾年在香港 都可以認識不到一個香港男生拍拖 其實我拍這段影片 並不是想教你們 如何追求鬼妹 那麼簡單 我是想令到 在香港的八種女人 他們能夠 可以認識到香港男生 和香港男生拍拖 否則他們的生活都會很苦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留言給我 祝一些想認識鬼妹的男生 可以盡快跟那些鬼妹一起 和他們拍拖 好了 這個真的是我的 最大的願望 拜拜